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越变越好的杨子,衣品越是简单,就越是有高级感了。 很容易就能发现的是,杨子虽然已经被大家很是喜欢了,但是不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,总是很低调的。 比如说,杨子在一身简单的造型中,头上戴着的是一顶白色的帽子,再加上一个黑色的口罩,这种装扮已经很轻松地将杨子整张脸蛋都给遮住了。 倒是在网友们捕捉到的照片中,能看出杨子不过是给自己挑选了一件白色简单款式T恤,再加上简单印花图案。 正是这身简单的装扮,在简单的同时看到的是一种高级和干净的美感。 话说现在杨子真的是瘦身成功了,毕竟已经在圈内让自己发展得很好了,还在穿衣方面这么低调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明明这种简单的装扮,是平时很多人都喜欢和追随的,可偏偏就是穿不出杨子身上的这种味道。 简单漏洞款式牛仔裤子,是很多人都想要驾驭,可偏偏就是驾驭不起来的。 关键是,杨子还给自己挑选了一个款式很有个性的包包。 粉色系列的包包,似乎是现在小女生们都喜欢和流行的。 关键是它的颜色相对鲜艳了些。 不过放在了杨子的身上,可真是太有个性的很,浅色系列的着装,再加上这款颜色很是鲜艳的包包,想要不被大家注意,都是困难的吧。 虽然,杨子在圈内已经发展了很多年,但是现在他还年轻得很。 再加上杨子原本就长着一张娃娃脸蛋,看上去可不是一般显年轻。 就比如说上半身穿着的这款黑色简单款式短袖,上面印着的是一个简单皮卡丘的图案,能看出在杨子的内心还是很有爱心的,看上去真是可爱得很,而再穿在了杨子的身上真的是一点点违和感都没有。 而大家都有注意到,杨子在去年的香蜜之后,一直到现在在他身上一直都有很高的热度和鸣器。 虽然如此,但是杨子并没有利用这些去做什么炒作的事情。 倒是一如既往的保持之前的低调,能收获到今天的成就,能看出的是杨子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直走到今天的。 如果杨子今后在圈内依旧能保持这种状态的话,相信他今后还会做出更好的成绩,也相信今后杨子只会朝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,期待他给我们带来的下一部作品。 陈情令,肖战王一博的《无稽之恋》。 陈情令是一部改编自魔道祖师的古装玄幻剧,由肖战和王一博主演,讲述了为无限荷兰站在江湖上的冒险和感情故事。 该剧自2019年6月27日开播以来,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和关注,不仅收视率居高不下,还创造了多项记录,成为了当年的爆款剧之一。 肖战和王一博在剧中的表现也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,他们用细腻的演技和精彩的配合,将为无限荷兰站这对望线CP塑造得栩栩如生,让人难以忘怀。 他们不仅在剧中有着浓浓的情意,还在现实中展现了兄弟般的默契和友谊,让粉丝们大呼过瘾。 吴基,一曲共悠扬。陈情令的主题曲《吴基》是由肖战和王一博合唱的,这首歌也是该剧的灵魂之作,体现了为无限和蓝战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心灵契合。 吴基的旋律优美动听,歌词深刻感人,肖战和王一博的嗓音也十分搭配,将这首歌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吴基的MV也是一大亮点,它采用了剧中的精彩片段和动画效果,展现了为无限和蓝战从相识到相知,再到相爱的过程,以及他们在江湖上经历的风雨坎坷。 MV中还有肖战和王一博在录音棚里唱歌的画面,让人感受到他们对这首歌的用心和投入。 吴基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都取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下载量,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主题曲之一。 肖战和王一博也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,如2019年度最佳影视金曲奖, 2019年度最佳影视原创歌曲奖等。 沧海一生肖,伯军一消。 除了吴基,肖战和王一博还有另外一首合唱作品《沧海一生肖》。 这首歌是由天天兄弟组合重新演绎的经典老歌,原唱者是黄瞻和罗文。 肖战和王一博在2019年10月31日参加天天向上节目时,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,引起了轰动。 沧海一生肖的歌词充满了豪迈和洒脱,肖战和王一博的声音也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,将这首歌唱出了一种江湖气息和狭义情怀。 他们在唱歌时还不忘互动和配合,时而对视,时而微笑,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友情。 沧海一生肖的视频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和转发,许多网友都表示被肖战和王一博的演唱所感动,也赞扬他们的实力和魅力。 有些网友还将这首歌与《陈情令》中的剧情联系起来,认为这首歌很适合为无限、荷兰战的性格和命运。 演员请就位,演技大比拼。 肖战和王一博不仅在《陈情令》中展现了自己的演技,还在其他的影视作品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他们都曾参加过《演员请就位》这档节目,与其他优秀的演员同台竞技,接受导演们的点评和评选。 肖战在第一季中参与了《热血高校》《热血军旗》《热血青春》三个单元剧的视镜,分别饰演了高中生、军人、 大学生三种不同的角色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赢得了导演们的认可和赞赏,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。 王一博在第二季中参与了《热血军旗》《热血青春》两个单元剧的视镜,分别饰演了军人、大学生两种不同的角色。 他用自己的敬业和创新,展现了自己的多面和进步,也得到了导演们的肯定和鼓励。 肖战和王一博在《演员请就位》中都展现了自己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追求,也证明了自己不是靠颜值吃饭的花瓶,而是有着实力和潜力的优秀演员。 看完《演员请就位》,发现低估了《陈情令》中肖战和王一博的演技。 肖战和王一博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年轻明星之一,他们不仅有着出众的外貌和气质,还有着扎实的演技和唱功。 他们在《陈情令》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望线CP,也在现实中展现了一个温暖的伯军一销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